嘩不是這個Speaker在播放音樂嗎 誰說坐桌燈不能播放音樂 今次就要介紹這個多功能感應燈 說明是感應燈 設有觸控器 只要輕輕按住就可以開關桌燈 當然你可以按住這個位置3秒 調校光暗大小 剛才看到可以用手機再接駁感應燈播放 其實這個感應燈可以同時變身成為mini speaker 只要利用內置的音頻線 去接駁手機、MP3機或者電腦等等 它就可以隨時隨地播放精彩的音樂 多功能感應燈用上塑膠材料製成 怎樣摸上手都好 都不會覺得熱夠安全 再利用USB線插入電腦充電 插完電後就可以拔回電腦 拿出聽播歌都夠方便 大反派將會送出這個禁營的多功能感應燈 如果你都想得到這個產品 只要成為大反派的會員 再執行大反派任務 就有機會將它拿回家 相信這個產品一定適合喜歡聽歌的人 話說回來 戚測班將你又來了 現在你大反派買東西 還有機會送你戚測票 在12月19日前累積最高消費頭10名會員 即送你戚測票兩張 還不快點上大反派的Facebook專頁了解詳情